从阿美族艺术家游喜夫侵权事件的发生 让我们看见了无形财产对于艺术家生存的重要性 但无论是多么有声量的艺术家都还是会被侵权 对于原名艺术家被侵权事件层出不穷 原名歌手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智慧财产权这件事情除了在艺术上面 在我们音乐上面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发生这种被侵权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犯错是一定的 然后错了你要怎么去修正它 你是要修正它还是视而不见 就让它随着时间就消失了吗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但是我们却没有多元的思想 我们互相欣赏互相尊重才会有很好的合作 在今年10月5日 文化部颁布了文化艺术工作者及事业出作权保障办法 目的就是为了要保障艺术工作者的权益 以及与艺术创作间的所有权 专门协助文化部草拟艺文出作权相关法案的 刘博文律师也进一步说明 若遇到侵权事件的发生时 第一时间应该要保留证据 再来就是积极地询问律师 可以在国议会的网站上预约法律咨询的服务 第三就是要注意时效的问题 在刑事的部分 著作权是告诉乃论需要在六个月内提告 在民事的部分则是要在两年内积极地去主张自己的权益 袁明慧最近有一个法律服务专案 它很特别 那它是除了传制 传统智慧创作的法律服务之外 它可以帮族人做很多智慧产安全方面的一个权益的资讯跟救济 随着时代的演进 艺术创作的领域以及媒材越来越不受到限制 但尊重艺术创作实现创作价值的一个环境 更需要政府与社会大众共同来维护 有些新闻 咱们的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